欸 不是吧 這個也太難了吧 哇賽 完全打敵人完全不會扣血 然後被敵人摸一下就死掉了 這個就是戰錘混沌資源破關之後呢 我把難度調到最高 直接來挑戰第一張魔王的下場啦 好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戰錘混沌貨源的破關心得 其實這款遊戲我自己在玩大概用了零碎的幾天的休息時間 把它玩一玩就破關了 內容來說真的不是太長 可是跟預想當中的那種短內容也有一點差距 因為它好像不是短到說你好像花一個下午或者是一整天 就可以把它直接破關 我個人覺得啦 8到10個小時能夠破關的真的是非常整數 甚至在15個小時以內可以破關的啊 這個輕怪的能力真的都是非常強 當然我覺得在玩這個破關速度啊 會跟自己的職業有相當大的關係 畢竟我這次選的是法師的這一個角色 其實法師這東西喔就是需要為了魔力 或者是血比較薄一點要來躲怪物 在這一方面呢可能就會影響到我自己的破關速度 到底是會影響到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法師破關之後的心得 那這次我的破關難度呢是使用普通的難度 我沒有把它調成最簡單來玩啊 因為就是普通的難度喔 它的吊寶機率應該是正負0% 所以呢我就使用普通難度來直接玩下去 至於裝備的部分呢 我個人是沒有看到什麼比較厲害的裝備 反正打到比較高數值的裝備呢 我就會直接把它換上去 至於舊的裝備呢 我會直接全部完全拿去捐獻 所以基本上身上不會有剩下什麼裝備 所以倉庫呢也不需要放些什麼樣的裝備喔 基本上這些裝備呢 剛好就是剛剛好夠用而已 技能的部分呢其實我覺得 雖然說它的技能算是還蠻多的 而且到後來它所配的點數呢 其實已經有點高了 基本上我會用得到的技能呢 還是只有那幾招 主要呢就是用一招大家在畫面中看到 很像在射散彈的這一發 叫做阿克夏射彈精通 這一發呢其實相當好用 因為它是遠距離施放 又可以吸收魔力 攻擊力來說的話呢也不算低 所以呢這招我算是還蠻常用的 接下來這招以太龍捲風啦 其實偶爾會想到去使用它而已 就是想說反正那個龍捲風在地上捲 如果快要跟著在坡的時候呢 可能會碰到就會扣血這樣子 會打比較快一點 清兵呢也會整個加速 所以呢以太龍捲風是我有想到才會來使用 再來有一個不同世界之間這一招 這招其實就是瞬移啦 它可以傳送一段距離 這招還蠻好用的 因為王喔 它其實有一些招式非常的強大 所以呢有時候真的來不及走開的時候啊 使用這招就可以了 尤其是在最後一張 第四張的大Boss的時候 它有一招很像雷射激光會跟著我們一直跑 然後又會出現一圈一圈圓圓的在地上 那個一圈一圈的圓圓東西喔 就會來緩速 接著呢那個雷射激光打在我們身上 一下下就會死亡 所以這個時候呢使用這一招不同世界之間 也就是傳送的招式就非常的好用 第四招我是使用這個火之氣息 以精通 其實這一招真的非常強 因為它發出這個火焰啊 怪物還會持續燃燒受到傷害 所以基本上喔 有時候如果再拖一群怪的時候 只要回頭射個一兩發 然後呢繼續跑 後方的怪物你就會發現它開始一隻一隻的慢慢的掛掉 因為這個火焰喔 它在燒的那個傷害其實還蠻強的 所以呢依照我個人的習慣啊 這一招基本上是從它學到之後 就一直使用到後面的 唯一的小小缺點就是 它的魔力SP的部分啊耗的比較快一點 這是我個人覺得稍微有一點點缺失 所以在這一招放完之後啊 就需要趕快再來吸魔力 接下來第五招幻影之刃這個部分呢 其實它就有像全屍全頭屍在使用的招式 轉動會有三發啪啪啪這樣子三發 聽這樣講好像會聽不太懂 大家應該可以從畫面中看到這一招的招式出現 那基本上這一招的好處就是它的傷害算大 然後呢又可以吸取能量 最後最厲害的又是可以擊退怪物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缺點啊 就是它的射程喔就是在面前而已 因為它就是類似像近身武術的感覺 好處就是可以一邊吸魔力一邊可以擊退怪物 而且呢也是可以大範圍使用的一個招式 最後呢還有一招叫以太風暴 其實這招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容易忘記使用它的 那它的吸力時間喔其實都不會太長 在一般的這一類型的遊戲啦 很多招式的冷卻時間都會相當相當的長 尤其是一些類似像網路遊戲的感覺 要嘛它直接給你一兩分鐘的冷卻時間喔 那種要能等起來就會很捨不得使用這些招式 接下來在被動技能的部分呢 其實它的被動技能可以裝備三個 那我的裝備的部分都是針對在傷害增加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法師最厲害的就是要把那個招式啊 傷害撐到越大 這樣子呢它的輕怪技能是要辦法越快 也就可以說讓它越安全啦 接下來再來講一下神技能術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不瞞各位講 我根本就是亂點一通 100%的亂點一通 然後裡面有一些比較大一點的圓點啊 就是那種會增加能力 但是也會扣能力的這一些 基本上我都避免去點他們啦 也許他們可以增加的能力有非常的多 但是呢我就是很捨不得 讓它看到有扣的狀態出現在這個表格裡面 所以呢這些中型的點點呢 我就點的特別的少啦 喔對了在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我破關的等級呢是43級 那麼這款遊戲它的最高等級 據網路上所寫的應該是50等級 所以應該也離不遠了 那麼現在來聊一下 我自己對於這款遊戲破關之後 對每一個關卡的塑星的好了 其實呢難度來講在初期喔 真的是可以掃怪掃得很爽 整個就是刷下去之後啊 非常快速的就可以把怪物解決掉 那種拖怪拉怪再一次輕的感覺喔 真的非常的棒 可是大概到了第三章開始啊 我覺得這個拖怪拉怪喔 就不能夠太大一群了 大概就是走過去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呢把那個小區域的怪物全部拉過來呢 一一的解決之後再慢慢的推進 這樣子呢是最安全的玩法 因為我發現到後來開始會有一些怪物啊 它的能力會越來越強 甚至呢可能會有緩速啦 或者是幫旁邊的怪物補血之類的能力 所以呢當我只要拖了太大群之後 很容易就會造成自己的死亡 所以大概在第三章到第四章左右啦 基本上我在打怪喔 就會開始小心翼翼的慢慢推進 接著是BOSS的部分 其實第一關的BOSS跟第二關的BOSS 我個人覺得是大同小異 第三關的BOSS呢 哇它的難度 不知道是我剛好抓到它的節奏還怎麼樣 這隻第三章的BOSS 真的打起來相當的簡單 完全零挑戰 也不太用看它的整個攻擊的套路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給打掉了 接下來第四章的頭目呢 我覺得難度是有一點點的 但也不至於太難 只要善用自己的瞬間移動技能 跟那些攻擊技能 不要貪刀 這邊有稍微強調一下 千萬不能貪刀 打怪呢打BOSS呢 就當做有打到就等於賺到 這種感覺在打喔 基本上只是時間稍微拉長一點點 那麼要打敗它們喔 完全都沒有問題 然後在這四個章節破完之後啊 它就會再開啟所有的功能給我們使用 基本上呢 我們就可以無限開始刷這張圖 難度也可以由自己來做調整 想要刷難一點的 多一點挑戰的話呢 就可以開始往上提升難度 除了劇情以外啦 每一個部分呢 都可以進去刷怪 然後呢 也可以直接 直倒黃龍 直奔王座 直打BOSS 這個方式能讓未來的刷寶相當的方便 不過講到這邊喔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的個性比較急一點 因為我在打完普通難度 所有的關卡全部破完之後啊 我就想說直接調到混沌斧的難度 來挑戰一下第一張的BOSS 結果呢 進去裡面 哇 他那一開始的第一刀 一下來 我直接一擊擊殺 所以我在想說 哇 既然都不能有失誤的話 這可能很難很難打 再者呢 如果我真的可以安全的躲過他這些招式的話 依照我扣他血的能力啦 大概也要打個半天一天 才有辦法把這隻王給滅掉喔 甚至連他叫出來那些小兵呢 我都有打不死的問題啊 所以呢 難度還是要一級一級的慢慢往上推 把自己的裝備慢慢撐上來之後呢 甚至把他撐到滿等之後 也許再打後面混沌5的王呢 就會比較簡單的 目前為止呢 我從混沌5的難度降到了混沌 再降到了非常難 嘿 終於打過了 說真的 這個難度啊 還是先不要太開玩笑 也許別的職業我不知道 但是依照拔絲來講啦 可能要打到混沌5這個難度喔 還需要練傷一段時間才是啊 其實整款遊戲玩下來啦 雖然說一開始覺得說他的故事劇情沒有那麼的長 但講真的 還是花了一段時間才把他給完全走完 接下來呢 還有一個比較好的消息 就是他未來會有付費的DLC可以下載啦 雖然說要付一點錢喔 可是遊戲可以再更新到下一個階段呢 我個人覺得也是算蠻期待的 那其中最期待的部分呢 就是在第四階段的部分 他會有全新故事跟場景 包括全新地圖跟特有敵人 特殊怪 連新BOSS都會出現 所以呢 我在想說他會跟DIABO一樣 就是一開始先給你四張 接下來呢 第五張就會出現在資料片這種感覺 整個遊戲的操作呢 真的就是跟アナイプライソン 感覺上啦 真的是有非常相似的樣子 好啦 講到這邊呢 其實我在後製影片的同時 也正在刷紅裝當中 雖然說大家都覺得刷紅裝很快喔 但是可能我的進度是比較慢一點的 所以我在刷紅裝還是有一點點挑戰性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我要繼續刷紅裝了 喜歡這支影片的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下次見 掰掰